今天我有个朋友给我寄了个奇怪的设备 这个朋友你们肯定有些人认识 是小白开箱的欧阳小白 他是经常玩一些安卓的奇怪设备 相信大家也很好奇 小白给我们寄了个啥呢? 来 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看 这是一台智能座机 一台装用安卓系统的座机 是的 你没有听错 随着科技的发展 现在座机也可以使用安卓系统了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尝试去折腾一下 在这个上面安装一些软件 甚至搞不好还能玩玩游戏什么的 想得美了 小白跟我说这台座机好像挺难搞的 似乎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装上软件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咱们今天也有一位新来的同学 正好就擅长干这个事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陈忠将 嗨 大家好 我是陈忠 我是一个喜欢整活的软件开发者 熟悉我的观众应该知道 我在B站和酷安经常发布一些玩机教程 也开发了不少玩机的工具 对于折腾安卓设备有一定经验 所以这次咱们就来挑战一下这台座机 看看它有哪些可玩性 好 那么陈忠将也是经常玩安卓设备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把它拉过来干这个事了 咱们先试试看 折腾一下看看这个座机的可玩性如何吧 这台座机的后方有一个Micro USB接口 我们只需要把它连接电脑就可以传输文件了 但是桌面上好像没有文件管理器 那就算把它烤进去好像也没什么用 但好在这个座机内置了一个浏览器 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浏览器下载安装APK 本来以为很轻松就能安装上 但没想到出现了软件不兼容的错误 这可怎么办呢 还好我们又发现了这台座机的USB调试是可以使用的 那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尝试用它连接电脑 使用ADB来安装软件 结果呢我们使用ADB安装也报错了 提示安装受限 嗯 看来这东西确实比较难搞啊 那要不我们来尝试一下第三方安装系号了 比如安装师 像这种管理器使用DPM权限永久激活 可玩性会比较高 完全可以替代内置的软件帮安装程序 但结果也不出意外 这个也提示了安装受限 这就说明了厂家可能在内置的Shield上做了手脚 嗯 这可比较麻烦了 那你说在Broot的情况下 咱们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安装上软件吗 方法应该是有的 因为这台机子内置了一些第三方软件 其中就有微信和爱奇艺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用户不小心将它们卸载 难不成只有恢复出厂才能解决吗 哎 应该不至于 所以我们猜测系统里可能有一个允许第三方软件安装的白名单 哎 有些同学可能知道啊 在安卓系统中识别不同的软件依靠的是包名 例如微信的包名是com.tencent.mm 那如果我们将微信卸载 再将第三方软件的包名改成微信的包名 哎 那不就可以混入白名单之中 达到头梁换柱的效果了吗 所以这里我就尝试修改了CPU-Z这个软件的包名 将它改成微信包名后呢 使用ADB安装 哎 最后果然安装上去了 可以看到啊 安装上去的CPU-Z 它的图标依然是微信 显得有点格格无入啊 但是我们打开之后它确实是CPU-Z 不管怎么说呢 反正软件总算是能安装上了 那要不咱们就先满足一下好奇心 看看这个座机是用的什么配置好了 What? 居然是骁龙的SoC 还是最低端的这个骁龙210 哦 真没想到啊 这种座机为什么不整个MTK平台呢 后来我们查了一下发现 这部座机其实和中国电信有合作 那我们可能猜测是电信的CDMA技术的原因 才使用了骁龙平台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其他配置 1GB RAM加16GB ROM的组合 480P的屏幕 系统是安卓的7.1.2 讲道理啊 这个配置其实比我想的要高了 居然还不算太过时 挺好挺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玩点骚打 首先自然是在这台座机上跑个分看看 为了搞清楚哪些游戏可以流畅运行 我们肯定首先要测试一下骁龙210的性能嘛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由于更换包名涉及到重新签名的操作 很多软件在重新签名之后无法使用甚至直接闪退 特别是需要联网的软件很多都比较难运行 因为它们有校验 包括它也是只支持32位的软件 所以这里我成功磨改了Geekbench 4 好在它可以成功安装上 经过测试 这个Geekbench 4我们得到了单核390分 多核1048的CPU成绩 这个分数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我们有做过Geekbench 4的排行榜 这个榜单里面最烂的这一位 也有2000多分的多核 700分的单核 所以这颗骁龙210只有这里最烂的芯片一半的性能 我是有点担心这玩意儿到底能跑些啥啊 然后我们就是进入游戏测试环节了 刚刚提到修改包名会导致部分软件闪退 所以其实目前主流的网游你是不用想了 在经过大量的测试 确保修改包名后的软件可以完整运行之后 我们最终是测出了三款能玩的单机游戏 首先就是比较简单的愤怒小鸟 这种几乎静态的2D游戏 玩起来确实是没什么压力的 无非就是屏幕分辨率太低了 同时颜色的显示和可视角度的观感都不太好 但是跑起来还是挺流畅的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一台座机上玩这个愤怒小鸟 是为了在包电话之后杀时间吗? 反正玩起来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我们又运行了稍微适配置一点的神庙陶王 这个毕竟是个3D游戏 开场动画和旋转视角的时候会出现小的吊针 不过问题也不大 总体玩起来还是比较流畅的 可惜这个座机没有重力感应器 所以遇到一些在侧面道路的关卡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基于这一点神庙陶王基本上是玩不成的 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难度最高的大作 GTA圣安迪列斯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这台座机是可以顺利运行GTA圣安迪列斯的 这可是正宗的安卓版哦 体验比现在的狗屁重置版还要好呢 不过进入游戏之后 你能明显感觉到卡凳还是挺严重的 这个跑的到底多少帧啊 感觉好像只有10帧不到的样子吧 你看这个场景一复杂 操作延迟就会特别高 感觉就会特别卡 要不我们试试看把画质稍微调低一点 嗯 这下似乎勉强能玩上一阵了 虽然谈不上流畅 但至少还可以操作得了 咱们操作CJ玩 等一下 这还是会卡起来 稍微玩上一阵的帧数就不行了 我觉得骁龙210应该是过热降频了 查看处理器你会发现 这玩意儿甚至还锁了两个核心 都已经这么弱了 还关了两个核 这还能用吗? 想想都觉得刺激啊 说实话 这么烂的处理器 居然还能运行得了深夜的烈丝 已经很出乎我意料了 能顺利进入游戏 我觉得就不错了 还有什么自行车呢? 不过话说回来 性能不行 网速来凑吧 既然本地玩不动游戏 那我们为什么不求助于云游戏呢? 我发现这个原神的云原神客户端 是可以顺利安装在这台座机上的 那我们不妨就来试试看好了 我知道你们有些同学可能一开始就想看这个了 但是处理器只有那点性能 再让不支持64位 连网又不是很容易 那我本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好在咱们顺利也登录了云原神啊 诶 讲到也 这个画面感觉比我手机上玩要好 诶 是吧 感觉这个体验还不错 而且你听到没有 现在这个游戏的声音是从这台座机的免提里发出来的 这个外放喇叭放出来太骚了 就是这个座机的屏幕响应好像不是特别灵敏 滑起来感觉稍微有点声色吧 这也能理解嘛 毕竟这座机本来就不是当手机来用的 好在流畅度似乎还不错 看起来应该游戏是有60帧的 这样吧 我们找一个副本来打打看好了 要不我们干一个女士本吧 在座机上面干副本简直是闻所未闻啊 那我就带一个宵弓还有干鱼 随便试一下 嗯 虽然这个操作好像有点别扭 但是不影响我们顺利的玩下去 诶 你看我这个宵弓对吧 就算在座机上面也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 感觉打这个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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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行不行 迷失策了 哎呀 不行 最后还有个班尼特 哎呀 没了 全员阵亡 啊 这玩意太难了 事实证明 这个云游戏救得了它的性能 但是救不了你的手残了 最后要不我们把这台座机简单拆解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扬声器真的是非常简单暴力 直接就装了个喇叭上去 主板距离屏幕其实有一定的距离 再让它是全塑料的机身 导致这台座机的散热其实是非常差的 难怪会降频了 好在内部的空间其实还挺大的 各个元器件的机身度都比较低 所以如果我们要改造的话应该还挺好办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整单折腾了一下这台智能座机 不知道各位觉得这种整活好不好玩呢? 你要喜欢看这些奇怪的设备 你也可以去看小白开箱的视频 他也是经常玩这些看似没啥卵用 但很好玩的机器 或者如果还有什么奇怪的安卓示威 推荐我们折腾的话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肯定希望玩得越嗨越好了 越嗨越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